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例如說職業下一群勞工們要討論關於自己的權益 然後有一些共識所組成的一個協會 李宗盛 有一群共識 什麼樣的共識 李宗盛 例如關於自己權利 或者是一些他們想要公司提出一些意見的一些協會 李宗盛 嗯OK好 呃勞工們在同一個職業 然後組合成的一個協會 或者一個團體 然後真的專門在討論的事情呢 也不是去哪裡吃東西好玩 去哪裡可以休閒 而是討論對勞工的權益有關聯的事情 然後對企業發出意見 你講的非常的精準 非常好 其實就是 這個Union 各位其實也有Union 你們有沒有Union 有嗎 班聯會 對 學生會的英文就是 Student Union 它的邏輯其實是同樣的 我們幹嘛沒事組學生會 啊 要辦活動 要聯誼 要辦舞會 這當然 但是 它的 在理論層次上 這是剛剛我們說我們現行的實踐 在理論層次上面是因為 學生如果沒有集合起來成為一個Union 我們面對 校方 我們面對 老師 我們面對 資方 我們面對政府 我們拿什麼跟他談 我們 他只要一句話說 你不爽不要來念 不爽不要來念 不爽不要來念 祖宗啊 還有很多人排隊 你幹嘛在這邊 以前學校這些問題 不要來吧 我們就只能摸摸鼻子 那個處境跟勞工是一模一樣的 當勞工 跟資方抱怨說 工時太長 薪資太低 他就說你不爽不要來 那 在這種情況下 下面我們到底能怎麼解決問題 難道我就真的默默不爽 就不要來了嗎 然後我換一個地方 你發現結果一模一樣 祖宗不唸 你去唸 跑遠高中 到台北唸 難道情況就會改變嗎 其實就發現很多問題都一樣 很多問題是一樣的 所以 Union的邏輯就是把 弱勢的 沒有權力的人 集合起來 成為一個 能夠跟強勢的 有權力的人 平起平坐 談判 的一個團體 我們台灣的過去 在民主化上面 我們常把民主化理解為是 選舉 但是你會發現 選舉 真的能改變很多事情嗎 選舉 OK我們走蔡英文 然後蔡英文現在要修繞技法 然後我們覺得 哇你背叛勞工你很壞 然後我們只能接受 你說我作為總統 我不痛苦 對對對 你是我心中最軟的一塊 對 最好可以捏抱有一塊 其實是嘛 就是最軟 柔軟可以捏抱一塊 好 好啦 我不滿 難道怎樣四年後我投朱立倫 就可以解決嗎 投蔣萬安就可以解決嗎 說真的投黃國昌也不能解決啊 你會發現真的是這個樣子 因為選舉的邏輯 你四年把權力交出去 就沒了 然後他做惡多端 他去清淨之方 他去危害你 你只能說 那我四年後換一個人 結果你會發現另外一個人 上台以後邏輯是類似的 因為其實上英文三年間 他也不會告訴你說 他要修二勞計房 他那時候都會說 他會跟勞工站在一起 都是一樣的邏輯 所以 Union其實是在挑戰這件事情 我們講說民主只是 投票的時候 你其實是一個 很弱勢的人 說真的你一票能影響什麼事情 非常少 但是 如果我們真正要面對那些 我們在社會中 要處理的問題 例如說 霸權的消防 例如說 霸權的資方 我們不是靠投票選舉來解決那個問題 是靠我們組合起來 在一個團體裡面 靠我們集體的行動 來 改變我們切實的問題 所以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一個例子 就是說 勞基法就是形容一個例子 好 那 先進入到主題 勞基法就是在吵什麼東西 這個圖片是 錄音帶的晚上 錄音帶 錄音帶 就白天他們在修法說 錄音帶的梗是什麼東西 你知道嗎 秋毅 秋毅 秋毅喔 不是秋毅喔 秋毅 秋毅就是說 我們外面的聲音帶是錄音帶 然後像我們那時候抗爭那麼辛苦 都是用自己的什麼行動血案拼買 OK對說得很好 就是我們白天 因為立法院 這是什麼程序呢 立法院呢 最關鍵在審查法案的一個程序叫做委員會審查 因為你知道立法院處理很多問題嗎 教育 然後 衛生環境 勞工 然後 經濟 財政 國防 諸如此類 那麼多的法案 他不可能一個立法委員全部都看 所以他會分工 他分到不同的委員會 然後 不同的法案也就分到委員會 真正進行討論其實在那個地方啦 你平常 一兩百個人的聚會 大家也都知道開過班會 你不可能每一個事情都弄得很好 你一定是 專門的人處理專門的事情 才能夠處理好 但是 委員會審查在審查這一次勞基法修法的時候 卻是用的程序是 呃 完全沒有進行十字的審查 然後 呃 只是把在 被葛醫師的人給拉下台 然後 只是 互相叫囂 然後就送出去了 然後就送出去了 對 就是這樣 所以送出去就是說 因為職政黨是多數嘛 他過半數嘛 然後他就說 啊你們在野黨都在吵 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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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杯葛醫師 你們這樣 我只好 不討論了 我們 直接 禁負黨團協商 直接就可以 一個月後就可以直接二讀 其實這個程序就是 多數黨 他可以展現他 因為我是多數 我可以不用跟你討論 對 然後場外 我們勞工在抗議 他就說 我那個只帶放錄音帶 這是我們 國會目前多數 好 我剛才講說多數 錄音帶的晚上 啊 因為大家很不滿嘛 那天開會都開到很晚 然後 這在台北的 這應該是 中山南路 對 左手邊 就是 立法院 再後面是教育部 OK 右邊是台大兒童醫院 好啦 大家 年輕人們就 反正車也不多了 我們就 席地而坐 佔領了這個街道 的 一段時間 那 怎麼表現是一件事情 我是想還要進一步 到底這一次勞基法 在吵什麼 要修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 可以 給我們一個 幫大家summer 一下 在改什麼 等一下 恐怖看起來 有沒有 我知道他改好幾項啦 他至少改五項 其實要五項都記得 我自己也有時候也會忘記 有沒有人先 可以跟我講一下 來 請說 你不能偷看小超啦 OK好 那你先講一下 比較重要是 比較重要是七修一改成十四修二 然後跟 等一下慢慢來 七修一改成十四修二 什麼叫做七修一 七修一就是 七天強制修一天 OK 然後變成十四天 強制修兩天 OK 就是你這兩天是可以輪在 就是不管你要放在第一個禮拜 或者兩個禮拜 分開 或是放在第二個禮拜 都是你們自己去討論的事情 OK 這第一項 好 還有沒有 好 第二個是十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改成八小時 就是輪修把十一 可以經由勞資會議改成八小時 嗯 就是說 我一個工作跟一個工作 中間應該要休息的時間 從原本至少要十一個小時 現在可以變成勞資協議後剩八小時 好 這是第二項 再來 第三個是特休假移到隔年才兌現 兌換成現金 或者是你被 之前的你才可以拿到去年特休假的 兌換的金額 什麼叫特休假 特休就是特休 特別明天 對喔 立全明天 特別明天 那是什麼 總之就是 一年要給你三天的特休假 一進去工作 半年以後工作要有三天的特休假 沒錯 特休假呢 就是你在工作的時候 按照他們的說法就是說 有時候你會想出國玩 所以你要有假 所以呢就是你可以請一個禮拜的假 然後出國玩 其實一個禮拜假也沒有很難 你自己想 一到五都請假 五天假 然後再加週末前後兩個 你就九天假囉 其實五天的特休假 你就可以出國玩九天了 對 這就是所謂的特休假 但是台灣的老闆會讓你 隨便這樣子請嗎 關老闆不會隨便讓你這樣子請 所以剛剛在討論的問題說 那結果我到年底我的特休假都沒修怎麼辦 讓你兌換成現金 是我們現在勞記法的規定 你如果都沒修至少老闆要給你錢 五天假你就要算五天的錢給我 當我那天五天都有上班要領錢 然後就是說應該說那五天要加倍工資 結果這個勞記法說 現在的修法是說 可以勞資協議延到隔年再發 OK 還有這三項了 好 再來 還有就是休息日加班費加一算一 就是之前是一個小時 加班一小時算四小時的錢 然後加四小時以上 未滿八小時算八小時的錢 然後現在全會改成時報時消的概念 OK 好 最後一個 然後最後一個是加班上限提高 半月最高五十四小時 然後三個月最高一三八小時 從多少提高到 我記得是四十六到四 四十六 OK很好 剛剛講很多數字 沒有關係 我會幫他review一下 勞記法導演吵什麼 其實 賴清德真的是 一個猛男 講實在 他真的是一個猛這樣 剛剛這五項呢 其實 就原本我們得知只有三項而已 資方也只有提出要三項 結果賴清德覺得說 這樣不行不行 不夠一次解決 對 拼經濟 所以他就提出要五項 五項都要改變 就是剛剛講這五項 我們足以來談一下 到底這五項該不該改 我們當然可以討論跟辯論 所以待會我會有時間給大家來討論 來發表你們的意見 也可以有你們的問題 第一個 因為我把 我順序稍微調整一下 我把主要會影響到最多人 擺在前面 第一個 加班時數上限 自每個月四十六小時 放寬為 每三個月一百三十八個小時 然後每個月最多是五十四小時 這是賴清德的版本 表面上他都告訴你說 哪有變 啊 四十六小時 乘以三不就一三八嗎 你可以一天上四十四小時 啊 不能一天上二十四小時 你反應太快了 的確 你講的沒有錯 賴清德說 反正每三個月 一個月最多四十六 我把你 改成三個月 一三八 然後你可以前後挪動 你可以前面 都上 最多四十 四十 然後最後你就可以爆表 最多到五十四小時 其實四十六 我知道這個數字 聽起來好像很無感 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其實你就想一件事情 四十六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上班 假如週休二日 一個月大概工作幾天 二十二 算二十三好了 那個月假如三十一天 三十二十三 四十六小時的意思就是 你每天都加班兩小時 每天都加班 一整個月 然後 他說最多就是到四十六 每天兩小時 假如你有一天要加班到四小時 你另外一天就不能加班 那他為什麼會這種管制 當然就是說 人體基本的負荷啦 如果每天都加班 到四小時大概就會出事情 所以他要有最基本的管制 但是 其實這個提議不是賴清德的提而已 我們的資方團體主動提說 為了勞工好 因為勞工喜歡加班 改成五十四個小時 讓他們可以有多賺八個小時工資的機會 這是我們資方講的話 然後賴清德覺得好 那就這麼幹 然後而且有一些新的一個細節 例如說 因為他想怎麼說服大家 他就說 哎呀 因為我們都是接單啦 我們台灣的產業都是接單 所以有蛋旺季啊 有時候有單 有時候沒單啊 所以你一定要讓大家 在旺季的時候可以拼 然後蛋季的時候休息 所以他用三個月來計算的話 就可以有的時候多有的時候少 這是他修法的理由 那我這個圖其實是要反映的是 勞方看到的現實啊 就是說 其實台灣 勞工之所以對這一次的修法這麼不滿 倒也不是真的很 只是蜘蛛逼跡什麼八小時 到底要不要放寬 其實大家真的不滿是這個 就是上攀打卡制下班責任制 各位未來很多人可能會成為優秀的工程師 這就是你們的未來 其實上也不只工程師 包括很多金融業啦 你會發現很多的新興產業 甚至他薪資不一定高 而且他薪資在下降 但是他的工時卻是不斷上升 什麼意思叫做下班責任制 上班打卡很簡單嘛 八點半到刷卡 如果遲到要罰錢 這很簡單 下班責任制是什麼意思 沒做完不能離開 那快快做完就可以離開囉 沒有錯 你快快如果做完 他就給你更多的工作 所以下班責任制的概念就是說 他是用一個技巧 用好像說 你自己來決定做快還做慢 然後實際上他可以 讓你做得更多 甚至做得更久 因為到時候如果做不完 變成要是你自己的問題 以前沒有嘛 五點到了下班就下班了 現在沒有啊 做不完那我自己的 留下來繼續做 做到八點九點 甚至做越晚好像是顯得你越笨 然後你做很快 就是剛剛同學講的 那他就給你更多的量 這是上班打卡制 下班責任制 大家真實面對一些問題啦 儘管其實這種責任制在我們勞基法裡面呢 在很多情況下面是違法的 什麼意思 勞基法裡面呢 其實規定責任制是一個例外 特許行業 他要勞資同意 勞方要完全同意 而且要送主管機關報備 三個程序 特許行業 勞方同意 送主管機關報備 結果我們發現 哇 超級少去報備的啦 也超級少勞工真的同意的 結果但是各行各業都在違法責任制 這是台灣目前的現象 所以大家是對這種資方去硬拗啦 然後違背了這個 這個法定的 應該一直沒點 但是對於這種做法的不滿 所以很直覺性就知道說 放款加班一定是騙的 你實際上要搞的就是這個東西 好 第二點齁 勞動部就回應啦 勞動部現在回應得很快 他們都會做主 OK 有時候好 好 第二個 沒有 勞動部就回應了 現在勞動部都有一群人 我會做的圖了 做的圖 好看不好看大家各自決心 好他就講說 三週公時不會高達84小時 因為就有勞工說 哇每天到工作 那這樣公司開到八十小時 他講說 每七天還是有一天立假 所以最多每週是工作六天 一天工作不得超過十二小時 工作八小時 加班最多四小時 所以十二小時 十二乘以六 所以他都是七十二 然後他在講說 連續工作 這個加班上限 每個月四十六小時 他說原則不變 你看很重要的東西 他就故意不必要顏色 他是寫 原則不變 意思就是會變 經勞制協商才能於三個月內釣移 單月上限 真正的上限 是變成五十四小時 但是他要講說 總之三個月加起來 還是一三八 有沒有騙人 第一個騙人 騙在哪裡 七休一就騙人了嘛 七休一就要改掉啦 變成十四休二啦 一樣的問題 七休一十四休二不是一樣嗎 當然不一樣 對不對 他意思就是 讓你週休二日了以後 兩天就可以繼續叫你上十二天班 這叫做十四休二 七休一是 你每個禮拜 無論如何都要有一天可以休假 對 那你就可以看到 他的具體上面是不同的地方 然後 後面當然就是我說 他的側重的重點不同 三個月加班 總是上限了一三八 其實 這個道理有點像什麼 我也不太想用什麼舉例 他就像是說 呃 晚自集第八節 然後怎麼舉例 可以對我看 比如說 我們現在是八點上課 然後 好我們就算把第八節當成門退好 七點 我們五點下課 這樣算一算的話 我們可能經過了 多少小時 九小時 好假設九小時是我們一天正常的班校 但是因為 為了因應我們大祖中的聖學環境 以及所謂的一顆降量的聖學環境 我現在開始每個人必須強制性的聊天才給我放學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我每天必須單獨加班四小時 那可以成到什麼程度 為了拼心我們大祖中的環境 所以我覺得 我們要上到晚上十二點 我才能放你們走 哦 OK 我大概知道 可以這樣舉例 例如說 每天本來 輔導課最多是一小時 結果他現在想說 沒關係 我們就可以把輔導課釣移 集中在一天上 一天就是每天都上到十點鐘 然後其他時間你們就可以提早放學 大概類似像這個樣子 輔導課聽起來還是比較輕鬆 但是如果你考慮到甚至更久 或是十二小時 半夜的時候 你會覺得有點問題 好 第二個 就是剛剛講到 七天應有一天休假改為 立假 改為十四天有兩天立假 以至於可以連續工作十二天 這一個圖表呢 是今年一個車禍 蝶煉花 就是一個遊覽車 它是 就你會發現 其實在社會上面 你工作有危險 你會過勞 不只是你危險 你的乘客也很危險 你的朋友也很危險 你不管你是司機啦 或者舉例來說 各位未來 OK 有人念醫科要當醫生的 哇 過勞 開刀開刀一半 那這 這不是很危險 不要說醫師了 護士也很危險啊 對不對 你在負責 遞東西的東西 如果拿錯了 點滴拿錯了 藥拿錯了 不是也非常的危險嗎 所以 在社會 在一個高度分工的社會 你過勞不只是你的問題啊 是整個社會都會有風險的 最近台南才有 那個公車 那個 因為 那個睡眠不足 然後開車就去撞進了那個 好像 購物 還是什麼地方 已經這個月第四期了 十月以來第四期了 很諷刺 公車上面那個 正好是賴清德的圖像 你們在網路上也不知道 還知道 好啦 這是鐵券花的頒表啦 你們看到 紅色就是他在上班啊 有沒有 欸 你說說 欸 老師 這個 好像只是七休一不七休一的問題了吧 好像 他已經是 連續工作也不只12天了吧 不知道幾天 欸12天喔 現在算起來是12天嗎 這就是 連續工作12天 然後再休息一天 14修二 對就是這樣 真的 14修二 是14修二嘛 好像是16修14 欸 他好像連續工作14天吧 1 2 3 4 5 6 7 然後上面兩個紅的 9 10 11 12 13 14 已經連續工作14天了 才在休息 欸 對 16修二 那你會說 那你如果記得 點電話那個老闆出來 後來開記者會 因為老公已經死掉了嘛 這次老闆可以開記者會 老闆說什麼 老闆說 也是他 他來拗我 叫我出車的啊 我才讓他做啊 就是這樣 就是說 欸 都是勞工 沒辦法 只要賺錢 不顧性命 造成的結果 但 其實你反過來才進一步講 真的 問題實在老闆很壞嘛 老闆心中會想的是說 啊 如果我不出車 那也許我就接不到單 如果我不讓 我如果不接受這種行程 我怎麼跟同業競爭 那 你可以多找一個人 你可以多找一個人 但同業都不找 我多找一個人我虧 我不想虧 而且 或者說 我虧了以後 我就沒有機會發展成大旅行程 灌老闆 灌老闆 對 但是灌老闆背後有支撐灌老闆的 灌政治在 因為我們的政府沒有強制要求說 七修一案 沒有真的落實這個法令 沒有勞動檢查 你們要愛幹嘛 反正你們自由 你們自己去協商 結果就變成這樣 除了事情再出來說 哎呀這個交通安全很重要 大家要立行一定的定期的檢查 都是這個樣子 直到今天為止 我敢說 旅行業還是很常出現這樣的發表 第三個就剛才講說 休息日加班 做一到四算四 做五到八算八 很多人喜歡抨擊這個東西 哪有做一就算四的 哪有這麼好的事情 這個勞基法 當然一定要修掉 現在的報告 什麼叫做休息日 休息日 大概就是 我們一個禮拜 剛才講說七修一 七修一的那個一 叫做立假 一定要休息 但是 因為我們政府不願意給勞工 週休二日 像我們現在念書有週休二日 但其實也不完全 因為你家日也會去補習 學生其實是責任制 你的這個自營作業者 反正靠好考外你的事情 所以你都會自己來念書 你家日也會自己去補習 甚至來學生念書 我們要講一般勞工 他七天一定要有一天叫做立假 還有一天 因為政府說 你其實可以休息 也可以不休息 所以他方便一個詞叫做 休息日 什麼叫休息日 就是可以出行工作 那政府 因為這個勞工猛烈的攻擊 因為去年 之所以會出現休息日 原因是因為 他要砍勞工七天國定假日 然後他說 我會落實週休二日 所以國定假日被砍 沒有關係 勞工說你騙人 你根本沒有落實週休二日 勞工說你要你就推兩例 那才叫週休二日 他說講沒有彈性啊 什麼經濟會出問題啦 怎麼違反勞工的需求啦 所以就弄出了一個休息日的感覺 就是可以加班的工作 但是他做了一點點的配套 他說 好啦 那我們就攻擊說 像我是老闆 禮拜六我就叫勞工來 來一個小時也好吧 兩個小時也好吧 處理一點事情再回家 對勞工來講 其實一天假日就沒了 你假如一天要去處理兩個小時的工事 其實你那一天 也就差不多沒了 至少半天沒 所以就做一個立法 叫做 如果做一到四個小時 也要算四個小時的錢 五到八個小時 才算八個小時的錢 目的就是要 其實叫老闆是什麼 你要嘛 就叫勞工不要來 你要叫他來 你就叫他坐滿 你要就叫他坐半天或整天 你不要叫他來一個小時 因為叫他來一個小時 老闆也是拿到一個小時的錢 對 你要嘛就叫他不要來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管制的技術 但是在我們的立法院 現在要把它改掉了 變成他取一個很好聽的名叫 核實計算 聽起來有什麼東西 可以拿到是核須計算才對嘛 當然是要核實計算 所以你會發現 他們其實主要在想的是一些修辭 怎麼樣來讓他的東西 明明 明明不對東西 但是他要把它給包裝得很好 第四點 勞工的輪班 休息間隔時間下限 要從11小時減為8小時 這是一個 因為最常受影響的護理人員 大家知道護理人員其實是要輪班許多 因為夜間都還是要 從事各種照護的緊急需要 台大的研究 長期輪班超過五年 罹患心臟疾病風險增加兩成以上 那 這只是輪班就造成影響了 假如你輪班的間隔 可以是降到8小時 那對你的影響會是更加的嚴重 大家可以設想 什麼叫做降到8小時 三班制就是呢 我今天做完大夜班 12點 晚上12點 做到隔天早上8點 結束完了以後 什麼時候再來上班 4點再來上班 差不多 對 4點再來上班 你可以設想 有可能嗎 或者說你白天 早上8點 做到4點 然後回家休息 晚上12點再來上班 這完全其實 是不但挑戰人的身體的極限 你甚至反過來推論 你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其實 人類在推動休息的時間 在五一勞動節的時候 那是130年前 在美國 勞工抗爭提出的口號 就叫做8小時工作 8小時休息 8小時睡眠 8小時休閒 8小時睡眠 就我是一個勞工 但是我有工作 但我要有我的生活 我要有充分的休息 當你輪班間隔 變剩8小時的時候 它實際的意思其實是 工作16小時 休閒加睡眠 加通勤 加吃飯 8小時 可想而知 人類的 你會完全為了工作而活 甚至你 為了你的工作甚至不可 好好的活 但 這是 何物資方想要的 因為它透過輪班間隔的手段 它就可以 不用聘那麼多的人 對 它就可以 不用加聘人 因為加聘人對來講就是錢 它用既有的人力 給加班費 其實也沒有給多少錢 對 算起來加班費並不多 所以它寧可用這個體制 好 第五 特休假強制折現 剛剛有講到 哇我們有一些特休假 對不對 工作滿一年 未滿兩年就有七天 兩年到三年有十天 五年未滿十年有十五天 但是 遇到的問題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老闆不跟你請 你該怎麼辦 那 在去年的勞基法修法裡面 至少定進了要強制折現的條款 假如不給他請 你年底要給錢 但是現在 因為老闆 其實這個法令就是今年才要實施 你知道就是說 因為 這個新版的勞基法就是 2017年1月1號實施 然後所以 按你來講 現在年底快到了 老闆應該要強制折現 你們知道民進黨為什麼那麼急著要趕修法通過嗎 就是在12月前通過這個修法 今年就不用強制折現 當然因為很偶然的 因為講話上次有一次的一個插槍走火 讓他沒辦法順利在年底前修法通過 但是到底年底 我們的勞動部會不會去 徹查 各個勞工 各個企業裡面沒有修特修價格折現 我非常滿意 對沒有勞動部 好啦 這五個 五個剛剛講 我全部在review一遍 因為 因為我們在討論勞基法 其實我們要有所本 所以 這些事情大家 大概要了解 才能跟人家 做好的具體的討論 第一 就是加班上限四十六小時 變成五十四小時 或者三個月以三八 第二 七修一改成十次修二 可以連續工作十二年 第三 坐一算四 坐一到四算四 坐五到八算八 改成何時計算 就是坐一算一 第四 休息間隔時間十一減為八 好 特修價折現強 延後可以抵延 這一些諸如此類的修法裡面 你說 哇 這麼扯的修法 這麼顯然有問題 這麼顯然 不是站在勞工一邊的說法 你如果是賴清的 你要怎麼辦 你要怎麼說服大家 對 有個淡水阿媽告訴我 有個為了做功德告訴我 他還 在這之間 他還是有試著多做一些修辭 我們把他們的說詞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他說 勞工需要更多的彈性阿 你們要求 什麼 他說 你們祖宗的人都很了不起啦 避了業都是好工作 所以你們不需要加班嘛 你們去 你們去做很多工作都不需要加班 但是那些可憐的 弱勢的勞工要加班阿 你們要給他一些彈性阿 他如果想要加班才能養家 難道你叫他不要養家嗎 第一個說詞 阿怎麼回應阿 有沒有人怎麼回應阿 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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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薪 欸 說說看 什麼意思 剛剛誰想加薪 欸 你說說看 他直接把那個 薪水提高阿 就是 他們還是 他們的老闆還是可以賺好錢阿 就是他們想養家 就是薪水利效率可以賺好錢阿 OK OK 勞工需要的不是工作時間的彈性 勞工需要的是工資阿 你有了工資以後 合理的工資 他自然可以好好安排他的生活 反正是你工作時間被老闆越要求越彈性 你更沒有自己的生活 第二個他講 一部勞基法怎麼可能適用365行 就像是一件衣服怎麼可能適用各式各樣的人呢 嗯 可以說明一下嗎 什麼意思 就是我對這個有稍微一點了解 就是目前 勞基法有特許摸進行業 適用不一樣的 就是依據工作性質 然後讓他們適用不一樣的工作條件 例如有一些是有責任制 有一些是雙周變形公式 有一些甚至是四周的變形公式 或是直接是直接讓你責任制 這些都是 都是有特許行業來讓他們這樣子做的 所以並不是說沒有彈性 這是一個比較直接的回覆 OK 非常好 勞基法的確 自從 不好意思 勞基法其實在過去20年間 不斷的改變的那種內容呢 就是 它有各式各樣的變形公式制度 有雙周變形公式 四周變形公式 八周變形公式 哇很複雜 我也都記不得了 總而言之 不同的行業 它可能被劃進不同的 可以放寬彈性的程度 所以 儘管是同一部法律 它對不同的行業 本來就有差別的關係 而且 其實 這句話雖然表現上聽起來很合理 你仔細想 它不就是違反法律的基本概念嗎 法律就是一套法律規範所有人啊 難道王子跟庶民是用不同法嗎 男人跟女人是用不同法嗎 老人跟年輕人是用不同法嗎 法律的基本精神其實是普遍性的 就是要是有所有人 而且基準法 它叫勞動基準法 它的概念更是普遍性 而且是普遍的低標 你是畫一個低標 所有的勞務關係都不可以在這個低標以下 例如基本公司 現在基本公司多少錢 133 明年要變 明年140 12K 好 所有人都要有140 隔壁那個賣炒飯的跟你說 哎呀 年輕人來我這邊打工120啦 然後順便順便給你做做功德啦 這樣子 可以嗎 不行 因為它低於基準 然後他說 加班時數每天不可以超過4小時 那你說我就是喜歡做到16小時不行 不行 因為你可能身體會出現問題 你會有過勞的風險 所以它是一個低標 你在低標的上面你愛怎樣 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不能低於低標 這是法律基準法的規範邏輯 但是它很巧妙的用一種 好像社會很多元 你法律就不可以有低標規範 來躲避這種低標的管制 第三 它是想 哦 南部出現 星球算北部啦 但他們真的很喜歡講南部 我覺得其實都是潛在地瞧不起南部人 那種把南部人當 就是逃他的禁籃這個樣子 然後這都鬼扯 這個好 這個歷程很好 賴星的真的講這個例子 他講說 南部有弱勢的風 長期都是靠加班來維持家計 結果今年一立一休 讓他變成笨的加班 他們一個月少賺了兩萬加班罪 你要我怎麼辦 但你follow的很好 對很好 聽起來真的很可憐對不對 賴星的就是這樣 他好像就真的想說他在台南的景點 就遇到一個人 你真的仔細去算 結果人就想 2萬加班費 假如說用平均工資 這個弱勢勞工了嘛 他的工資一定不可能很高嘛 假如你的月薪是4萬塊 算不錯囉 4萬塊 你的時薪才多少錢 時薪其實大概除以 台灣的加班費的計算 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是用月薪除以240 算出死心 然後再乘以 什麼1.331.665 但是你仔細想 除以240 對嗎 正常的國家都絕對不會 除以240 意思是什麼 你30天都工作 一天工作8小時 所以除以240 但是你其實 你有休假日啊 你有休息日啊 最合理的做法都是 除以你真正的工作的工資 一個月的工資 平均大概是170 你自己看 除以240 跟除以170 算出來的時薪就差多少 這是真的 如果大家未來有興趣 做勞動法的跨口比較 我們目前找 只有台灣做這種規定 他達到的結果就是 舉個例子 假如你月薪240 除以240 就剩100 叫你來加班 第一小時只要給1.33 到了明年 其實就低於基本工資了 但是這是一切合法 這是因為除以240 好 總之 但是無論如何 剛才講4萬塊的薪水 假如是除以240 算出來大概是170 差不多吧 170 乘以1.33倍 好啦 來個220 數學沒有很靈活了 220的狀況下面 要賺到2萬塊錢的加班費 要加班多久 至少是90個小時 但是我們加班上 也不是才46小時嗎 所以這一定是騙人的嘛 這一定是騙人的嘛 就這麼簡單 而且這還前提是他月薪是4萬塊 而且前提是老闆有用1.33倍 算加班費給他 完全這個騙人的一個 但是因為 聽起來就是南部 聽起來弱勢就很合理 好啦還有最後一個理由 傳不過去的都是中小企業 這些中小企業很多都跟員工相比像家人一樣 為什麼不給他們一些空間 你們年輕人整天只會爭取權益 他們都是 以前我們都是 勞職之間互相很融洽 你們整天抗爭 讓事情變成越來越 到時候老闆倒了 你們也沒工作 他們都是這樣講 我覺得要說清楚 其實 中小企業在台灣是一個很被浪漫化的詞 其實就是 其實中小企業就是老闆 就是說老闆 因為在資本裡面 公司很多元 當然少數是大公司 但是多數就是少公司 當然以雇員分配來講 越來越多人會在大公司工作 但是以老闆的分配來講 多數當然是中小企業主 不可能沒人當郭台銘 但很多人可以開一間小店 那你仔細想 中小企業的勞資關係 難道會比大企業好嗎 其實也不會 因為中小企業它的風險更高 它很難跟大企業競爭 它通常要得賣得更便宜 給的工資更少 壓榨的公司越長 才能夠勉強在市場裡面求生 這是中小企業的重要 所以中小企業真的對勞工是一件好事嗎 過去我們自己也會覺得 好像是一件好事 因為啊 很多的勞工有機會 透過一時的犧牲 比如說學會了技術 跟老闆攀好了交情 建立了人脈 未來自己可以當小老闆 但那是上一代的事情 在我們這一代 這個機會 不要說不可能 幾乎是渺茫 你要開一間店 OK 你要開一間Seven 加盟金要多少錢 至少兩百萬 你要開一間麥當勞 加盟金多少錢 一千萬 你連加盟都做不了了 何況你要開店 對 你可以設想 那你說 假如說三十年前 加盟編利店 可能加盟金只要十萬 二十萬 所以它是一個很巨大的 要開店的門檻 成為老闆的門檻 越來越高的一個時代 這很正常 這是資本主義內部的 所以待會下半組會講 但我會說 浪漫化中小企業電影 好像把中小企業 可以自由剝削勞工 說成是對勞工也不是什麼問題 這是他們的手指 可是有一句話 他講說 勞工 逃避上班的勞工 就像是逃避瘟疫一樣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因為對勞工來講 上班就是被奴役 被強制 然後看人臉色 沒尊嚴 你只要看工廠下班的時候 大家那種開開心的離開 或者像中學 大家開開心的離開 下課囉 那種開心的東西 就像是 在逃避瘟疫一樣 假如說生產應該是這種 對社會有進步有幫助 學習也是對社會有進步有幫助的事情 怎麼大家會逃避它像瘟疫一樣 太奇怪了 但這就是資本主義下的雇傭勞動 因為 你那個過程中是在當雇人嗎 誰會喜歡當雇人 如果能不當雇人 大家都想當主人 普羅話 這個血汗漸進的過程 所謂普羅話 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被 納進這個範圍裡 未來大概會有 至少九成的人會成為雇傭勞動者 但你會說成為雇傭勞動者 都一定那麼可憐嗎 我難道不能靠 我有一技之長 我好的證照 我有 台大碩士學歷 就能夠解決這個問題嗎 跟大家報告 勞動者 固然 內部是階層化的 就是說有的勞工 過得比較好 爽勞工 產勞工 是一個階層化 像一個金字塔 但是這個金字塔 不會隨著 大家都努力 有更好的技術 有更好的文憑 有更聽話的態度 而改變它是一個金字塔 所以當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大學文憑的時候 你會發現大學文憑就無法改變你不成為普羅階級的工具 所以總體上來看 勞動者這個階級 在目前的社會裡面 是庸人的足跡 少數的人可以透過證照 高學歷來擺脫 但是那始終是少數人 這是目前的狀況 甚至你會發現 你要擺脫越來越難 因為要搞證照 要學歷 你花的精力跟時間 越來越多 以前大學畢業就好工作 現在沒有 碩士畢業還沒有好工作 還要去實習 還要加班 要試用 要當零食工 派遣工才有機會某個政治 門檻越來越高 另外一面 有人想說 那資本主義是不是資方的天堂 其實也不是 如果大家有些爸媽在從事小業主 他也很辛苦 他可能也是要沒日沒夜 為什麼 因為資本主義的特色 不只是勞工要互相競爭 有些人某個機會 資方也要互相競爭 你舉個例子 例如說 郭台銘是怎麼誕生的 郭台銘的誕生就是 他本來是在做那個 就是那個 代工業嘛 組裝嘛 然後 因為他做得又快又好 他懂得 把台灣的軍事化體制 拿到東莞去死 所以 那個 本來中國是沒有這種東西的 他就引進了 就是說 宿舍勞動體制 大家住宿 然後 醒來以後就去工作 然後 告訴你說 為了多賺錢多加班 然後加班完以後就會去睡覺 然後 宿舍裡面 甚至 引用了 台灣如果你們未來當兵 那個 人的睡覺是要兩個方向不同的 通鋪 然後 一邊的人是睡頭 一邊的人睡尾 為什麼這樣 因為為了讓 不要讓勞工之間有太多的互動 然後 避免他們會鬧死 這個樣子 這就叫做 軍事化的訴訟勞動體制 很有用啊 那 郭台銘 他因為做得很快 然後他又可以壓低工資 然後又不會出錯 他打敗了 各式各樣的小業主 蘋果把訂單通通都給郭台銘 他再也不會給其他小業主 所以你看看那個小業主眼中 一定會充滿了怨恨 他會覺得 哇 郭台銘這個人又霸道 又沒水準 什麼海專畢業 沒水準 這樣子 但是他就是敢弄 他就是敢貫徹軍事體制 所以他成功 然後我就失敗了 我可能就破產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資本跟資本之間 其實是互相競爭的關係 他們 甚至競爭的更快 然後結果會是什麼呢 郭台銘 他成功了 訂單很多 他的資本越大 他可以發行上市 大家都買他股票 雖然最近有跌 但是他的股價 其實長遠來看還是上升 其他的小業主呢 哇 我破產了 我失敗了 我怎麼辦 回去當勞工 有沒有 很多的小業主 他被迫回去當勞工 至少啦 他的小孩一定當勞工啦 他的小孩不可能再創業了 因為沒有資本 他也不可能再跟郭台銘競爭了 所以 我們這個在學理上稱它叫做 資本的集中化 資本 很多散布的 本來是小業主 後來隨著競爭的邏輯 他就會變成一個大業主 有點像以前雜貨店 變成7000 就是這樣的邏輯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你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對於資本 他要怎麼互相競爭 其實一項很關鍵的事情 就是在 因為資本他怎麼生產 核心都是透過雇傭勞動來生產 他顧了一大堆的人 來幫他工作 這沒有解決問題啊 我要怎麼打贏郭台銘 我一定要想辦法 讓我的過傭勞動體制 變得更 有生產性 國富出去的工資 可能要越低 才能夠 讓我的成本壓低 才能夠打敗郭台銘 他被我掩蓋的一個基礎 就是我剛剛講說 儘管好像很不合理 但是老闆就會說 你有很個人主義的邏輯 你不爽不要做 你如果覺得這個契約很不合理 買賣也不容易不要賣 但是他故意不談的一個問題 是說 目前的社會 你除了這條路 你無路可走 而且是越來越無路可走 他實際上是一個機會被壟斷的 沒有別的出路的社會 所以他不是一個平等的 好像自由決定的喜歡買就買 不喜歡買就不要買 的自己 坦白講我覺得跟各位念大學有點像 大家會想說 不爽不要念大學 覺得教育很爛 不要念啦 祖宗不要念啦 現在去追求夢想就好 沒有人會敢這麼做 至少你敢做 你爸爸也通才不會支持你做 為什麼 因為其實 你如果沒有取得大學文憑 你很難在社會中 有一個穩定的工作機會 甚至取得大學文憑 還是沒有穩定的工作機會 但你不敢 去沒有這件事情 客觀上來講 那不是一個意識形態而已 它是一個客觀的 你得要墊高你的位置才有機會的實力